那如果小孩子小朋友是很乖的 你就下个书穴比较不痛 那个 那个容血比较痛 因为越靠近四肢末梢的越痛 神经越多 都是人体的正常现象 他神经都是触感好 你没事就身体在那边感觉 这个是玻璃还是墙壁 那么笨的人 用手去感觉最好 所以身体上神经没有手上那么多 一摸就知道 所以四肢末梢的穴道很敏感很痛 那这是正常的现象 那 我们对小肠的 一般的观念呢 你就要有个观念 这个小肠呢 在肚脐少妇这边 小肠 那小肠呢 一样 他属火是阳火 阳火呢 来自阴火来自心脏 心脏在上面 心脏产生的热能呢 进入小肠 那心脏的下方 就一个动脉血管进来 这个血管呢 里面带了血以外 还带了热 所以在黄金内经里面说 他叫心脏呢 宜热 于小肠 你看他这个字写得很好 因为宜热 转移的移 实际上是这个移 有没有 移转 心脏的热到小肠里面去 所以心跟小肠 两个是 表里经 是表里 那这个书上有部分我们要更正 他说水谷是 你在这边分出来 是对的 但是他后来讲的小 那个是大肠的上口 小肠的下口 也是分别清拙 水液渗入膀胱 好 残渣呢 有如大肠 真正我们进入 慢慢进入我们身体学的中心的时候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他写的比较浅 小肠呢 消化了食物营养以后 变成水 和残渣 残渣在大肠里面走 这是大肠 小肠的火在下面烧 水在上面煮 所以这个水 从这边 会回流为肺炸 回流为肺炸 这是口中的唾液的来源 好 那 当我们 这个肺里面有很多的经验 经验在里面的时候 肺跟心 心阻汗 我们全身会流汗 流汗呢 心脏功能很正常的时候 会流汗 阻汗 所以当你运动 当你跑步 当你在太阳下面走的时候 身上会流汗 这个汗来自心 因为心脏正常 因为心脏外面的接触到外面的热 身体瘀热 热脏冷缩嘛 脑孔就打开来 脑孔打开来会流汗流很多 好 那流汗流很多以后 你汗水蒸发料 水分变少了 小便量 自然而然就会变少 小便的来源呢 两个 一个呢 是 我们西医知道的 从肾脏 后面的肾脏呢 输尿管道 膀胱里面去 这只是一个来源 中医认为说 三胶 水到 三胶者 水到出 好 这个三胶呢 就是我们 脏腑之间的游网 好 这个三胶跟这个膀胱呢 也是连在一起的 当我们小肠 膀胱跟小肠 贴在一起的时候 尿液累积在膀胱里面的时候 因为小肠很热 所以这个水是 这个尿液呢 是紧贴着火 水就气化了 气化以后呢 好的水 膀胱就会膨胀起来 这个膨胀起来以后呢 它的毛 那个管 就好像我们人 吃上淤热 毛孔打开来 就开始流汗 平常不流汗 毛孔是锁到的 膀胱也是一样 会当膀胱 一气化了以后 膀胱会很多小孔出现 这个小孔出现的时候 干净的水会出来 就是气 那这个气的干净的水呢 从膀胱气化了以后 这个水就会回到肝脏 回到肝脏里面 帮助肝脏来清理肝脏 所以中医叫做水 生 水生木 水生木 那你如果小肠冷掉了 这个水是冷的 这个膀胱的 这个水呢 气化进入三交系统 就气化不进去了 好 我先让你知道这样 等到黄帝内经就整套了下来 更清楚 更仔细 所以说 当你的肺脏 受到外面的热力压力以后 心脏呢 因为受到热心煮火啊 外面就两个火在相争 这个时候肺里面的汗水会排掉 汗里面肺是 肺里面的精液 如果说我们没有汗水流到 肺里面的精液 水 精会生水 肺里面的精液慢慢慢慢会累积 沉沉 进入我们的肾脏 进入肾脏以后 这肾脏再排到膀胱出去 好 所以精生水 好 那先受到阴水就进入肾脏 肾脏再到膀胱 膀胱以后 再经过第二次的气化 把水 好的水分再回到肝脏里面 来浊水再排出身体体外去 好 所以 他过去一直吵 膀胱有上口 膀胱没有上口 只有下口 哎 有的医生说膀胱没有上口 只有下口 你看膀胱拿出一个泡泡 猪膀胱 我们把猪的膀胱拿出 你看一个泡泡 过去我们用猪的膀胱怎么做 以前没有气球吧 那 那有个太太 就是小姐 当结婚的时候 那穿戴很多啊 小便小 那一集 那一集的 大家亲友都看到 我又不好意思说 去更衣 我们古书更衣就是上厕所 那 又不能去更衣啊 就憋了 憋到人家 憋到人家 就到晚上的时候 糟糕了 小便排不出来了 因为憋憋憋憋憋 太多人都看到他 又站在那边 对不对 好 又是冬天 夏天的话 汗流掉还好 汗没有流到 那 这个 膀胱累积了很多尿液 拍不出去了 这个肌肉 闭锁掉 那怎么办呢 古时候男女又受受不轻啊 又没有很好的针灸啊 什么砸中级官员啊 英宁权啊 山英椒啊 地基啊 开山王啊 什么都没有 就叫人家拿个猪的膀胱 猪膀胱 你死掉了猪啊 拿出来 你这个死的东西 就没有什么寒热 没有寒热 毛孔当然不会开啊 所以就把猪膀胱当成一个泡 气球 一吹吹大了 对不对 然后握到那个膀胱口 然后放到他裙子里面 一放的时候 就好像气球那个气跑掉 一直乱窜嘛 那女的一受到一痒 一紧张 小便通通排出来 好 那 这个案例呢 最主要告诉你 大家在争论 从古的医家 一直在吵 有的医家说膀胱没有上口 没有上口 那谁怎么进去呢 就有人说有上口 好 有下口 有的人说没有上口 只有下口 只能排出来 吵得很厉害 中国人终于到处吵 其实不要吵 上口有 下口也有 但是上口你看不到 所谓看不到就是 山胶进入 这个膀胱的地方 它是必须要在人体 活到的人体里面 受热于小肠的时候 你才看得到 是不是热胀 就好像我们 你平常你看到我毛孔吗 有没有流汗 没有啊 可是我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到流汗了 所以汗水绝对可以 渗透出来 但是要预热 才能够渗透出来 所以你们都不要吵 你看那尸体 当然看不到口啊 尸体看不到口 死掉了 没有下 上床热没有了 好 这是简单给你一个概念 好 来 这个小长巾呢 一共有19个穴道 好 19个穴道 这个第一个穴道呢 我们叫少泽 小长巾是阳金 好 大家了解了 现在就很懂了 紧融与金河 好 紧融与金河 河道的阳金的话 它的属性是不是 金 水 木 和土 好 那 第一个少泽穴是井穴 在 以左手来说的话 左手 左手的小指 好 左手 小指 指甲旁边 后面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少泽穴 它是井穴 那诸位现在知道了 一看到井穴的时候 就晓得 哦 它是 穴性属金 金的关系 属火 所以少泽穴 是 心经的 小长巾的 本穴 因为属性相同就是本穴嘛 这就是本穴 好 那 这个 我们平常井穴的时候 我们是下针放穴 放穴用 好 那第二个穴道呢 就是溶穴 我们讲的浅谷穴 好 浅谷 好 这位记得 沟 好 水沟的沟 骨 三灵 像我们介绍的 英灵拳有没有 后面还有陈山 很多绝绝以山为名 这都是 以后我们讲到 导引用的 所以遇到骨的时候 就会稍微 稍微留意一下 前骨穴怎么找呢 你手握拳 好 当你握拳的时候 你看 这个很稳头 就是我们的前骨穴 前骨穴 下针的时候呢 尽量手将压一下肉 压一下肌肉的话 肉会开开来 下针 下进去 你尽量不要 在骨和肉的中间 下进去 不要贴在骨边下 或者你贴在 紧凝的骨边下 或者紧贴在肉边下 都很痛 绝到是 既没有下到 是又痛 好 所以你尽量 下针的我们的 所谓巧手就是 下进去 没有什么痛 刚好在骨和肉的中间 而不是在 紧贴的骨边 或紧贴的肉边 下进去 那在这个横温头 这个横温头 就是我们的前骨穴 针的角度 是这样下去 直针这样下去 下的也是握拳 你不要握 你不要握太紧 松的 松拳 那再过来 这个穴道 这个横温头 就是我们的 后膝穴 前骨后膝 都是要握手去 握了手才有 就像我们的 二肩和三肩 也是要握手 你看 握手起来的话 注意看 这就是二肩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三肩 三肩在这个骨 凹缝这个地方 是三肩 这就是二肩 二肩穴在这里 好 那 四肢末梢的穴道 我们取了很多 在针匙上面 效果很好 而且安全 好 安全 那 这个前骨穴呢 是新晶的 溶穴 它穴性属水 用在很多的地方 就是富人奶水 不够了 这个奶水不够的话 我们用前骨穴 前骨 就是 我们要讲 针区的导引术 勾骨三菱 用骨 开骨 因为奶水没有了嘛 好 我们要导水出来 三骨 水就在三骨里面 好 奶水不足的时候用 好 那溶穴呢 也可以用在实证 好 下午一点到三点 精神不好 可以下 前骨穴 那前骨穴比较痛 所以我们平常砸在什么样 溶穴上面 就是 那个鱼穴上面 就是我们的什么 后膝穴 后膝穴 那 这个后膝穴呢 是 主都脉 身上的都脉呢 是后膝在管 好 诸位现在学到了 都脉 好 是后膝 任脉呢 是裂缺 好 以后我们 奇经八脉 奇经八脉呢 每一个奇经 都有一个穴道 在管它 好 就好像我有一个人在管 好 你看我 后面管我 好 世界上是女人最大 好 还是有一个 人在管 所以奇经再怎么走 任何一个奇经 都有一个穴道在管 诸位现在穴道 是任脉 管裂缺 后膝 都脉 当然以后我们有冲脉 代脉 阴桥阳朝 阴违阳违 都有各种各种不同的穴道在管 那后膝管呢 是独脉 那后膝呢 本身是 小长精的 鱼穴 好 它是属木 小长精是不是火精 这么火精啊 对不对 小长精本身属火嘛 对不对 属火 那 这个木 在这边 是木生火 所以就变成 后膝穴又是管独脉 又是小长精的 母穴 母穴的话 小长精的虚症在这里治疗 好 所以如果变成说 我脊椎骨 整个脊椎骨毒痛 我摆回一通脊椎骨痛 啊 督脉 下后膝 来 小长精 后面 我们介绍到小长精的虚症 这个酸痛 你也是下后膝 是同样的穴道 同样的穴道 所以 我们常常一个穴道 可以治疗很多的症状 治疗非常多的症状 所以 像 督脉 我们都是从后面直接下来 这个整个是督脉 那小长精会走到肩胛这边 所以肩向有问题的时候 大部分我们都在后膝穴上下针 那我们针督脉的时候 无所谓虚实 小长精就有虚实了 好 但是在督脉上面没有什么虚实 反正都是一个穴道在管 好 但是小长精的时候就有虚实了 如果是小长精的痛 那在一个礼拜内 粗痛 我们就有小长精的止穴 那久病 好 都用小长精的母穴 那我很少用到小长精的止穴 为什么 人家如果痛了整个枕椎 什么弄的没有办法 最后到我手上 到我手上都是虚诊 后膝 变成紫穴很少用 大部分用到都是母穴 那我如果全世界各地 现在有朝一日 大家都只用到紫穴 就代表赢了 我刚刚讲那个小长精 守太阳小长精的颈穴呢 那个颈穴是属颈 口误 我想说它是本穴 不是它本穴不是这个 后膝穴呢 这是一个大穴 后膝穴是它的书穴 再来是顽骨 所谓顽骨穴呢 好 你手握拳 这个我们手这边 有个骨头 特别摸了个骨头 这边 这个骨头有个特别的名称 在医学上我们称为小天心骨 小天心骨 所以这个小天心骨呢 在这边 在小天心骨跟那个 那个第五执掌骨的中间 交接的地方 好 这个骨头在这个地方下针 这就是顽骨穴 好 顽骨穴 那这个小天心骨 是我们那个 那个 这个武术的武术名家 我们在念P长的时候 P长的时候 并不是真的是在这里P 而是用小天心骨在P的 小天心骨是个点嘛 那这个顽骨呢 就是小长经的金穴 小长经本身是像火 熟火的 金穴又熟火 所以这个顽骨穴呢 顽骨穴就是小长经的什么 本穴 属性相同的 就是他的本穴 那本穴的话 无所谓实证 无所谓虚证 两个都可以治 好 鱼穴 这个圆穴 所够为圆穴 那一般来说 我刚刚跟朱瑞讲过 心主汗 我们流汗是心脏在管 心脏有问题的人 他出汗性相非常不正常 有的时候半年都不出汗 一年都不出汗 因为心脏有问题 没有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他的汗的力量 没有办法把汗 发到表面上来 就完全没有汗 那我们在治疗病人的时候 病人说砸过一次 或吃了药 以后病人会跟你说 哇 我好久没有流汗 这样流力深啊 汗好舒服 代表心脏都 恢复了 所以病人的病情在进步 还是在退步 什么病人是很多 因为我们了解很多的 主管的症状 比如心脏汗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病人是在进步 还是在退步中间 好 再来呢 是羊骨 羊骨穴呢 哎呀 这边我有口 羊骨穴呢 才是我们 我刚刚讲 对不起 这个小汤鲜 它的圆穴 那个 对不起 抱歉 再跟证一下 丸骨穴是它的圆穴 不是它的本穴 圆穴 我们羊鲜呢 都有圆穴 阴晶没有圆穴 所以这个丸骨穴呢 是圆穴 圆穴的 这个才没有 虚实寒热的区分 所以我们虚症 实症都可以在治疗 我们现在在讲的那个 羊骨穴呢 羊骨穴 才是我们的筋穴 就是属于竹火 那羊骨是它小汤鲜的本穴 那羊骨穴怎么找呢 手腕 握拳的 这个骨头 和这个执帐骨 中间有条大筋 这个筋呢 下方下针 而不是在筋的上方 从这边下针下进去 这就是我们的羊骨穴 既飞在筋上 也飞在骨头上 在两个关节和筋的中间的地方 下针 下到这个角度下进去 这是我们的羊骨穴 正下方 那当然是很浅拿着一寸针 就下到羊骨穴了 那这羊骨穴呢 就是小长青的 本穴 好 这才是他的本穴 对不起 这个本穴呢 就是属性相同的穴 顽骨穴是他的圆穴 好 那 这个 以后我们会介绍到 本穴治疗法则 我们就会用到什么 羊骨穴 好 再来呢 是养老 养老穴怎么找 好 养老穴在我们 手号 各位看这边 你如果是这样子看 没有养老穴 养老穴只有一个角度 才有养老穴 正面看 这我现在是病人 手要翻起来 转过来 这边才有养老穴 所以你手按到这个穴道 手指头按到这个穴道 好 你现在按照我的姿势 这指头按到 同样的转过来 你会发现 哎 怎么骨头凹下去了 没有 一个骨缝 没有 那个骨缝 就叫做养老 所以你这边看我的时候 按着这边 反过来才是 养老穴 所以我们平常下针的时候 我们都 我就是手指头去按它 然后反过来 我们下针 一定是这个角度 才有养老穴 摆这个姿势 好 白周知识 那 这养老穴呢 那老师 那个养老的人有病 通通去砸 不是这意思 这穴名养老 老年人的眼睛不好 都会现在面临到 我们第一个 是眼睛的穴道 眼科的穴道 养老穴很有名 眼睛的 这个事物不明 白内障 静视眼 都可以用养老穴 养老穴 那养老穴呢 很浅 这样转过来 才有骨空处为穴 那下针的时候 一寸针 下针就有半寸就下到 这是平常针养老 我们下针的时候 养老用的 好 那养老穴呢 本身是 那个小长巾 吸穴 吸穴 那我们很有名的 有余针 称为养老 来透见识穴 透见识 这养老透见识呢 专门治疗 手肘 手不能扭毛巾 所以病人称 我手肘很痛 我说那你可以扭毛巾 不能扭啊 不能扭毛巾 那西医讲说 手肘关节的话 什么 主副手啊 什么样的 无所谓 管你什么名称字好吗 那字不好 就是我说的名字最对 手不能转经 扭毛巾 就结束了 好 我们有Cupoturno 什么名称用了很多 这个病没好 我不赞成这个 好 光说不列 那手不能扭毛巾的时候 我们下养老穴 剑死穴在哪里呢 我先提一下 好 在星包巾上面 这个内 这个 我们叫 这个叫做大林的地方 扇上 上面三寸 好 上三寸的地方 那这个在两个筋的中间 所以我们下养老针的时候 我们从针一个手按到这边 直到穴道 针扎进去 我们三寸针 扎进去的时候 针进去后 连连针 气到了以后 手指头就按到 剑死穴 然后这一针就 好 扎进去了 对不对 这边看 好 我们这个指头就按到 刺到剑死穴在哪里 这是把针提起来 好 这个角度直接从里面穿刺到 戒指穴 你手按到这个戒指穴的这边 针过来的时候 你手指都会感觉到 针肩到这边来 你不要透出来 就感觉到针到了 就到了 那针穿过去以后呢 左右连连 补蟹 平补 我们叫左右连连 叫平补平蟹 平补平蟹完以后 不留针 针就抽出来 就好了 当场就好了 几秒钟当场就好了 好 那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 来我帮你透针 几秒钟结束 回家了 就好了 还有个开刀 洗衣拿开刀 开完刀 开完刀 不记得好 好 我有个病人 来的时候 手上包了个 三角星这样固定的来 我说那个时候干嘛 我就是 这个给西医开刀 我说 他说 我开完刀回来 我是学校的老师 我一回到办公室里面的时候 我的同事一看到我 你手怎么搞到受伤了 他说不是 我就开刀 你怎么不告诉我 对不对 针就很快嘛 那同事活的 那你怎么不跟我讲 害我就开刀 对不对 两个吵起来 然后那次 他说下礼拜 等这个好了以后 再去开这个手 好 那这手还在恢复 刚开完刀 还不能动啊 那我这个手 我就用针就跑来找我 正好 右手是西医 左手是中医 我就跟这个太太说 我心里知道 我能做到什么 接她 我说你看过 龟兔晒跑没有 兔子就先跑了 这样乌龟开始跑 我们看谁先到终点 他这时候也是很痛啊 这样子 养老抽见识 就同侧 这边痛就透 这边 这边痛就透 这边 我从这边透完 几秒钟透完 哇 好舒服啊 他这个还在恢复中间 兔子两天 三天进去跑了 乌龟才开始跑 乌龟先到终点 几秒钟到终点 那这个孩子 我问我说他 你过去会不会痛 他还是会痛 好 那我就在这边对策 让他痛点上 经络上取穴 比如说你这肺筋痛 我就砸肺筋 小肠筋痛 我就砸小肠筋 哇 痛得也很好 我不但到了终点 还把兔子一起修好了 你看针灸厉不厉害 好 那医生给我说伤口发炎 给我吃抗生 不要吃了 取迟 对不对 小眼掉 痛也没了 炎症也不发了 哇 这下子那个太太回去 大妈臭嘛 对不对 这个八千块 美金 这个50块美金 好 台湾如果就 这个医疗法改了 跟美国医疗法改 如果联邦政府 这个医疗预算赤字 好 现在不断医疗一直在赤字 鼓底都一样 一改掉的话 大概至少90%可以去掉 散掉 好 那以后台湾如果能做到的话 我们大家退休 一个人领10万块钱还多 国家养你 养老完了呢 执政 执政呢 十万以后五寸 这个下执政的时候 是以羊骨穴 羊骨穴 上五寸叫做执政 好 执政 执政是小长经的落穴 好 执政是小长经之落 好 我们知道 圆穴是顽骨 落穴是执政 那圆穴和落穴都无所谓 执政 虚政时政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治疗 好 那记得 阳经取穴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在 这个 这边就是一个骨头吗 手肘的骨头 阳骨 在手肘的上面 这边取 就是执政 里面下面取是阴经嘛 这上面取是执政 好 上五寸 好 三个指幅一寸 好 这两个指头就是五寸 那这个手上面呢 有三个鳍穴 要跟你们讲 好 看看怎么画 左手为准 好 左手 好 这样子 上手臂 到下手臂 到手周 手掌 如果手是这样子摆 这是左手 好 左手 从后面看 从后面这边看 手腕骨 上三寸 这个呢 我们有个名称 叫长官 再上三寸 这里 这个穴道呢 叫做干官 从这个地方 再上三寸 这个穴道呢 我们叫做新官 新官 下针的时候 是骨头在这边 这个穴道在骨头的后方 所以在骨头的上方这边 就是小长津 在骨头下方这边 有三个穴道